中超联赛第七轮全面开赛 四强球队因亚冠提前亮相 贵州人和客场挑战河南建业 宫磊提前带队征战澳洲 总教练朱炯直接指挥比赛 大宇中人和战胜建业 胜利是否能够让人和停息队内的波动 北京国安与山东武能本文对阵 周中在亚冠赛场刚刚经历了不开心的过程 是否能在本场比赛中打出气势 对亚冠最后一场出现之战撞起 广州恒大迎战上海绿地深花 亚冠再遭连败 广州恒大急需用胜利来提升士气 恒大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连续两场失利 面对刚刚取胜的上海绿地深花 广州恒大能否遏制莫雷诺的良好状态 上轮辽宁红运客场战评江苏顺天 新帅陈阳首战开局得到认可 本场陈阳第一次亮相主场 会给辽宁球迷带来怎样的心情 本赛季大连阿尔滨状态起步不定 而上海上岗面对东北球队还未尝败尽 大连阿尔滨回到主场能否终止上岗的这一记录 长春亚太能够惊艳地击败领球阳 也能不经意地赋予弱力 本场面对进攻更为出色的广州复利 亚太的防守反击能否发挥功效 在迪迷的开局之后 上海身心终于在上一轮获得胜利 本轮面对已经渡过磨合期的江苏顺天 身心是否还能打出上一场的气势 哈尔滨义藤本轮将征战开赛之后的第七个客场 即将回归主场的义藤 本场面对杭州旅程时能否终止 连败的尴尬 中超第七轮比赛 看点无限 精彩无限 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足球之夜 今天我继续和周宁一起 在这陪着大家一边聊聊中国足球 一边在等待着稍后就要开始的一场中超的比赛 具体的对阵双方是北京国安主场队山东鲁能 对这两支球队周军都不陌生 怎么看这场比赛 外因是大家都是周中有比赛 大家关联赛 对 这是个大背景 但是内在的 就是在这种体能消耗很大 周车劳顿 如何避免这种疲劳的这种感觉 能够安排什么样的阵容是重要的 轮换 这是任何一个打亚冠的球队都要面对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 做不好轮换也就打不好亚冠 但是同样这场比赛对双方的中超排名又都非常的关键 所以相信在这场比赛里 两个队伍 一是会有变法 二一定还是要全力争设 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来一起预告一下 这两天的中超的比赛的情况 河南建也昨天是一边输给了贵州茅材 那么在今天晚上稍后还有一场比赛 是广州恒大队上海绿地生化 广州恒大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排出全华班 一会儿我们会为大家透露这方面的信息 另外是辽宁红运天津太达 大连阿尔滨队上海上港 长春亚太队广州福利 上海深心队江苏春天 杭州绿城队 哈尔滨 义腾 那么其他的比赛都会在明天的下午来进行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连线一下 我们已经在公体的记者王涛了 因为今天北京是下了一天的雨 气温稍微的下降了一点点 据我们的前方记者刚才给我反馈的信息 是在现场的 如果你不穿羽绒服的话 还是感觉到有一点冷 这样的一种天气情况会对比赛产生什么影响 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虽然冷一点吧 也比40度的高温度就是强 其实有的时候球员可能更喜欢这样的一种天气 对 因为在场上跑起来以后会更兴奋 对 14 5度我觉得是最好的天气 最好的天气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前方记者王涛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来连线他 王涛 建宏你好 嘉宾好 大家好 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赛前 大家非常关心的国安队的这个状态 以及现场的一个气氛 好不好 我先说一下现场吧 今天北京特别的冷 尤其在工程体育场大概只有10度左右 我们穿上棉袄呢都不会觉得热 可以说对球迷和球员都是一个考验吧 在今天大家应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主看台上呢 球迷应该做的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不光是在看台上是一片绿色 在体育场的外面呢正在往里走的人呢 在那个安检口那一块也是一片绿色 当然我也问了一些球迷 我说为什么今天这么冷的天 你们还要穿一件很薄的这个国安的队服来呢 他们说这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 也是一种氛围 其实说到氛围呢 这个球队里面这种氛围也持续了很长时间 不管是这个前面的几任教练在这 这个球队的氛围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你看像这个张成栋和这个赵和靖来到球队之后 他们也能很快的融入到球队之中 而他们表现出的那种经济神 也跟这个球队的气质非常稳 很快也接受到了球迷的这种接纳吧 那么在现场呢 刚才这个看到了几个情况 一方面是这个鲁能的球迷也来了不少 有一两千人 他们跟这个国安球迷呢 已经在开始场上已经开始交上伙了 另外呢 刚才有几名球员出来相互打招呼 这个国安队的宋伯轩 还有这个余扬呢 包括李雷雷 他们都出来跟这个鲁能队的队员打招呼 和王大雷他们 因为以前都曾经在上海生花共事过 气氛比较融洽吧 现在他们已经进去了 现在马上队员们就要出场 进行热身的训练 可以说呢 在这场比赛当中 国安队和鲁能队在前两场 在几天前呢 都进行了亚冠比赛 所以体能对于他们来说 非常的严峻 对国安来说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他以一代 然后连续两个主场 鲁能呢 可能来的 这个从课长赶过来 而且那么高的温度赶过来 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 这两天呢 北京国安队一直在进行调整 和放松休息 他们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 因为下一场亚冠 他们可能要面对生死之战 但是对这场比赛来说 主教练麦萨诺表示 他们不会把亚冠的比赛 当成一层理由 来放弃这场 或者说轻视这场比赛 在这个大屏幕上呢 刚才一直在播放 北京国安队对鲁能上去年 以及以前的一些比赛的录像 可以说鲁能在这个赛场上 并不占什么优势 在十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只有在2010年赢过国安 在过去的三年当中 他一平两负没有胜计 更是在去年在这个场地上 鲁能0比3负给了国安队 可以说大家对国安的 在这场比赛的信心 还是非常足的 但是国安的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每场比赛 尤其在亚冠比赛当中 到比赛打到80分钟左右的时候 都会发生一个转折点 而且都会被对手扳平比分 所以这也是国安的一个现象 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发生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片子 看看国安队的这个转折点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北京国安遭遇用人困难 巴塔拉不能出场 张承栋 李银秋因伤缺席 但主教练在赛前 依然表示了信心 不论是对于我们来讲 还是对于广岛来讲 可以说是一场决定性的比赛 出现伤病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把剩下的比赛去打好 我们在主场呢 占据一定的主场优势 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一点呢 把这场比赛尽可能地去影响 主场球迷也表达了自己的期待 开场之后 北京国安队打出了气势 整个上半时牢牢占占据了主队 能够为队友创造机会 队友同时也会为我创造机会 我觉得团队的作用是最重要的 对手虽然很讲究地面配合的 这么一个很优秀的队伍 但是从我们的准备来讲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去把比赛拿下来 两球领先 接下来的时间已经不多 似乎北京国安队的优势 已经能够化为盛势 然而此时国安的状态 开始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我们在角球当中呢 也是有队员的站位呢 不是很准确 导致门将呢 可以很容易地出击 把这个球去封堵住 本赛季中超和亚冠两条战线 北京国安的进球 有超过70%都是由边路进攻获得 这在中超赛场体现的尤为明显 本场面对广岛三剑 在两球领先之后 国安对于边路进攻 好像失去了足够的耐心 中路起大脚 高球找前锋的次数越来越多 但这样的打法一次次的无功而返 有一点着急 有一点太急了 其实我们可以更加耐心地去把握好这么多的机会 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 广岛三剑队的清水航平替补上场 很快他在全力进攻的国安队边路找到了漏洞 双方射门次数明显不同 却打进了一样多的进球 本赛季国安队的全部失球 都出现在65分钟之后 国安应当怎样面对65分钟这一转折点 这个比分并不能降低他们这场比赛的拼搏价值 对他们这种精神应该再保持到周六对着山东的主场 确实是这样 根据我们的统计 本赛季国安两项赛事一共是丢了八个球 但这所有的八个球全都是下半场的后半段 从67分钟开始 67 69 70 71 72 73 78 86 也就是说国安的失球 大家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是在体能下降之后 可能就很难保证整个队型的统一 防守注意力的集中 因此这可能是国安一个非常要命的地方 需要尽快的去弥补 在周您看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吗 没有什么 我觉得就是队里的老队员 你像周婷 徐阴龙 邵嘉一 这些都是岁数很大的球员了 在他们的精力不集中的时候 年轻的球员也不精力集中 那么就肯定是在这后面的时间是出现错误的 包括周中的比赛也一样 就是你这种强迫压迫的对手的能力下降了 那么后防肯定会出现漏洞 没错 这恐怕是需要曼萨诺和老队员们 去好好想一想 看看怎么能够避免这种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 我们在公体的另外一位剧者爱婷婷 听一听他给我们带来客队的一个介绍 今天的山东鲁能是客场作战 刚才王涛已经说了 山东鲁能可能来了一两千名球迷 这些球迷有什么故事呢 听听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样 其实现在在我左手边的工体的客队球迷看待区 我目测应该已经聚集了有至少一千多名球迷 这其中有一半以上的球迷都是从山东各地赶来的 由于今天来到客场的球迷是非常的多 所以说工人体育场是要求他们在今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入场 所以据我们了解啊 这其中大概有三百多名球迷呢 是今天一早上就乘坐六辆大巴车从济南出发来到了这里 当然了还有一些球迷是乘坐这个高铁来的 其实说起这个高铁啊 现在这种高铁线路的便捷 真的是给许多的球迷朋友们 让他们想要追随着自己心爱的球队四处征战提供了很多的便捷 比如说这个从济南到北京的高铁啊 最快的呢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而且几乎就是每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往返 当然了这个更多的球迷他们选择这个统一的包大巴车前往 可能是出于这个费用的考虑 毕竟这个高铁的票价呢还是要稍微高一点的 对 那刚才啊在这个漫长等待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去跟这些球迷聊了一下 他们都表示说虽然球队现在的表现呢确实不是那么的让人满意啊 但是只要队员们不放弃 只要他们在球场上能够拼尽全力 这些球迷呢就会一如既往的支持球队 那其实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我们知道这个在周三打完与五里南连队的亚冠比赛之后呢 山东鲁能泰山队啊是重坐飞机在昨天的凌晨一点多钟才到达北京 虽然说这时间这么多晚 但是仍然有许多球迷是由组织到到机场去接机 而且他们还非常贴心的准备了一些这个球迷 许多球员的这个漫画的肖像啊 作为礼物来送给队员们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就是在这个深夜的寒风中有这么多的球迷 整齐的齐声高唱给球队加油助威的歌声来 目送着球队的大巴缓缓地离开机场 说实话就这样一个场面真的是挺让人感动的 我相信啊像球迷的这份热情呢 也一定会对球员们在这个困难的时期里边 继续坚持下去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那要说起这个山东鲁能泰山队的近况啊 其实有两个字来形容就再恰当不过了 就是奔波 那说起队员们的状态呢 也是两个字 是疲劳 由于这个要面临这个双线作战 再加上呢在上周中的时候 鲁能泰山是多打了一场这个客场队 这个江苏顺天的中超补赛 所以我们算下来 其实到今天的这场比赛 在过去的半个月的时间里 鲁能泰山已经打了整整五场比赛了 特别是这个周三 他们客场队这五里南联队的比赛 由于要在这个曼谷转机整个的行程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说是非常的奔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昨天他们是在凌晨一点钟才到达北京 等到这个球队到这个酒店大概可以安顿下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凌晨差不多三四点钟的时候了 好 所以说昨天在这个场地适应性训练的时候 球队也只是这个进行了一些 简单的这个恢复 那对于球队们现在的状态呢 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得到啊 大家心里还是有一点着急 这一点呢 从他们这个之前那场比赛中的很多细节 都能够感受得到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在三天前的亚冠比赛中 山东鲁能客场以0比1 输掉了对五里南的比赛 在比赛即将结束前 场边的库卡跳 他的这个类似舞蹈般的动作 是在模仿山东武门的一位进攻球员 刚刚做出的失误动作 这样的失误因为球队的不利处境 被放大很多倍 而库卡这样的几动 也成为库卡内心急切 却无奈的真实写照 这种内心的真实写照 也同样出现在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今天踢了一个不一样的阵型 我们踢了三四三 我知道肯定有人说 咱们整个阵容 咱们的战术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困惑 但我觉得如果谁说这个的话 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看清楚 场上的这个局面 这个战术的局面 我觉得他可能看不到 这些新的东西 一直以来 外界对库卡的战术提出各种质疑 在新闻发布会上 在记者提问之前 库卡对可能即将出现的质疑 进行了主动回击 这样的回击表达了 他想和外界沟通的心情 也表达了他对外界评价的不满 在四月份的十六天当中 山东武能踢了五场比赛 而且其中包括三个客场 这样的节奏 让库卡难以对山东武能 进行正常的磨锁 而这样的节奏下 也难以客观地评价 库卡之教的山东武能 我觉得这是一条 怎么说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们现在正走到这条道路上 以后接球 我们打到历史上 打到亨利亚上的球 或者被什么人扣出来的球 都会打进球网 如果你不建议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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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得相信 咱们现在走到这条道路 在四月里 已经进行完的比赛周期中 山东鲁能队的成绩 是三负两胜 再过半个小时 他们将迎来四月中的 第六场比赛 库卡和他所带领的山东鲁能 所面对的严峻考验 仍在继续 虽然非常艰苦 但是对山东鲁能队来说 他们必须要打好 周中的亚冠的比赛 以期出现奇迹 他们首先要获胜 才能够获得出现的这种可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前方记者 爱婷婷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为他已经邀请了 山东鲁能队的队长 王永珀 王永珀现在是有伤 所以今天呢 不能够出场 听一听王永珀在现场 接受我们记者采访的情况 好的 王永珀 我知道这个 在上周三的这个亚冠比赛 结束之后 我注意到你非常少见的 发了很长篇幅的一条微博 当中你也提到说 这个球队现在可能情况 比较的困难 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 来支持你们 那作为球员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队员们的状态 到底是什么样子 怎么说 因为最近比赛比较多 然后我们也是刚从泰国回来吧 基本上都是一周三赛的节奏吧 然后来比赛 然后说大家虽然很辛苦吧 但确实每场比赛 大家都就是能做到全力以赴吧 就是想把每场比赛都能赢下 但是可能足球就是这样 可能就是说很多情况下 你表现得好 可能也会欠缺一些运气 然后就说挺遗憾的吧 可能就说泰国没能最后赢下比赛吧 然后说大家现在已经从那场比赛 已经就说过来了 因为毕竟每场比赛连的都很快 然后就说希望就说 就大家都是 就是现在已经基本上 就是没有什么摆脱阴影吧 然后就说都全力准备 现在后面的比赛 我们知道其实山东隆隆泰山队在这个工人体育场以往的战绩呢 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你个人觉得今天球队要想发挥的好的话 最重要的应该做到哪些呢 因为说在工体可能我们确实就说没能 但我们也没输几场吧 然后就说今天就说因为又是一个新的赛季新的开始吧 然后我们就说也在教练就说电影下研究了就说对方 就说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地方和一些问题吧 然后就是今天比赛 就是具体教练怎么布置 那我现在也不能说 问一下关于你自己 因为我知道你也是有伤 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伤势到底是什么情况 因为伤可能在赛季前东迅的时候 可能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吧 因为当时可能动球比较少吧 都是跑 然后就说还能坚持吧 因为最近可能比赛挺多 然后就是说可能在就是老伤吧 还是持股吧 然后又有一些发炎 然后就说现在也在积极恢复吧 每天都要治疗 然后就说能尽快就说回到球队当中能比赛吧 对于有没有说过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彻底的恢复 因为这个位置可能就是说不是说特别能好吧 能好力做吧 然后就说主要还是看我自己的感觉吧 然后队一也是尊重我的个人意见吧 然后就说感觉好的时候告诉他们 希望你这个赶快的把伤养好尽快的找回到最好的状态啊 谢谢谢谢 好了我们前方的情况就是这些 中超的四支球队因为亚冠的原因都提前打比赛了 昨天的贵州人和在客场是2比1的情况下 2比1击败了河南建业 那么贵州人和在自己的主场输掉亚冠比赛之后呢 他们已经没有机会获得小赌出现了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他们上半场是先失一球 也是由张璐在门前补射先得一分 这是下半场的比赛 米西莫维奇的这脚脚球啊打的确实很隐蔽 看上去要门前传 但是突然间打到禁区外 由陈长元一脚大力射门 这个球呢过去啊 在国外的一些比赛当中我们能够看到 比如说利特巴尔斯基和马特乌斯 他们有过这样的配合 那么之后呢又是由这个外援尤里在门前的补射 最终呢2比1击败了对手 但是呢对于贵州人和来说呢 现在这个对内的情况仍然不是非常的明朗 我们了解的情况呢 宫磊作为主教练现在带着一逼替补去澳洲 非常感谢 那么对方对手 第一天远的肥虚 就写了 我现在比赛黄 想要好 对方对手 重新来跟其他人 我们能够 呢 您 我 跟现在的朱炯相比 不论是激励队员的方式 还是激战术方向 他们都风格迥异 龚磊依然坐在主教练的席位上 但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站着叫喊着比赛 而是一直坐着 朱炯坐在后排 也很少起身 因为名不正 言不顺 感到别扭的不只是两位教练 队员也是一样 被要求钉死的中村县刚 在上半时 37分钟的时候打进了一球 落后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贵州对自己的问题 开始出现 队长孙继海因为取波的一次船中失败 和一次射门打高 而表现出很无奈的样子 并把这种态度传递向了教练席 直到下半场十分钟过后 取波才被杨浩替换 这也是贵州人和队本场比赛的唯一一次换人 比分落后的人和队 已经无法看到他们正在追求的地面配合 与控制球的战术 更像是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上赛季快速简单的打法 而有的队员更是觉得在场上的球员 就像是一盘散沙 毫无责任感和凝聚力 在比赛尾声 球队中两位核心球员孙继海和米奇莫维奇 先后领到红盘出场 这是一种郁闷 一种宣誓 从小组中提前淘汰的贵州人和 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 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踢更多的脚下球 更多的控制比赛 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不要气馁吧 我觉得现在可能说打法临时改变吧 跟去年可能相对来说不太一样 我说这需要一个过程吧 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大家去适应 包括我们也需要大家去理解 然后向前看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如果改变是否坚决 但是我上个赛季一直在讲的 我们在中超如何立足 首先要站主角 站稳脚跟 你才能谈到是否能够 把自己的技战术东西风格打出来 我再说一遍 球队的好与坏 我是直接责任人 我要承担一切责任 由于在周中的亚冠比赛当中呢 中超球队只拿了一分 这是近些年以来很少见的一种情况吧 所以呢 现在我们的四支中超球队都是全面的高级 连恒大作为未免冠军 在比赛还有最后一轮的情况下 都不能确保自己能够出现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恒大 亚冠两连败 这是李皮上任恒大以来 球队遇到的最困难的局面 在澳大利亚人打进第二个进球以后 全场一直站在场边指挥的李皮 终于安静地坐了下来 假如我们能赢下最后一场比赛 我们还是能从小组中出现 假如我们最后一场比赛都没有办法赢下 那广州恒大队打倒比赛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因为我们在韩国输球 在墨尔本输球 在赌场也没有办法赢下扑合 所以小组不出现 也不值得 不能怪谁 墨尔本 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尝试 绿化面积高达40%的墨尔本 名副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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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场比赛却变得稀松疲软 谁能打破对手球门成了一个难题 进攻端没有剑术 防守端政治的不适又给李皮制造了困难 下半场李皮将冯潇婷推到了后腰的位置 这个换人事后证明并不成功 甚至因此李皮在发布会上罕见地受到了广州记者的质疑 虽然比赛李皮说他放了一个第一名说 但这一场比赛他依然用一个中文去打后腰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确实没有其他过度的选择 因为队长政治他既有这种比赛 既有方面出现一些反应 我不希望再冒任何的风险 只能让冯潇婷去打后腰的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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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作为一支我们要三线作战的球队 我们必须要在每一个位置上都配备实力非常强的队员 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轮换 而且巴达拉和陈志昭他们由于时间的原因没有报上压冠的名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联赛中应该是教练会做出这种正常的轮换的 而且巴达拉他的状态现在是非常的好 而且也是我们进攻的核心 我们进攻主要是由于尼好他的组织 当然大朗这个商欲付出也是正常的轮换 我觉得他的实力我们都不用说了 是很正常的一个轮换 大朗昨天也说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已经准备好了 其实在周三的时候两支球队都进行了亚冠联赛 都是高强度的比赛 而下一场又都有生死之战 那么这场比赛在你看来最关键的点在哪里 最决定比赛走向的点在哪里 我觉得这场比赛肯定是非常艰苦 对两支球队来讲 尤其是对我们来讲 因为可能客场栓中的压力 我们坐在主场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在基本榜上更鼓务我们的位置 我们希望接触自己的主场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希望把三分留在自己的主场 所以我们这场肯定会全力以赴 对手我想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对手不用说了 鲁能的实力 个人能力 一直都是在全国是最强 在我认为应该是最强的 而且他们的这个 这个清训各方面的年轻球员 都是非常应该是全国最好的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讲 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体育场的这个看台 已经是星星点点了 而且他们手中还有一个武器就是他们的围巾 这个场面非常非常的壮观 在国内我们第一次看到 可以说这种气氛呢 可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感觉到毛孔直立的感觉 大家再看一看吧 现在的气氛非常好 一会我们还想迎来这个围巾墙 希望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给大家贡献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山东球迷也把手机点亮了 他们和北京的球迷一起形成了今天的星星之海 为两支球队点亮前行的道路 建宏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 确实很壮观 我们的球迷在看了20年的职业联赛之后 应该说不仅仅是更新换代了 所以很多球迷20年前都还没出生的 而且他们为球队加入诸位的这种方式 应该跟你们那个时候比有明显的改变 进步非常快 有团队有组织了 有团队有组织 关于这场比赛 我们中超观察团给出的意见是这样的 有6人认为北京公安队将主场获胜 有4人认为打平 还有一人认为山东主任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北京电视台的魏宇东和北京电视台现在的评论嘉宾 商议他们俩的观点都是认为北京国安队会设 魏宇东说是国安的主场很稳定 你鲁能的体能不能 那么另外商议认为两个教练的性格虽然不一样 但是在双线作战的情况下 他还是更看好曼苍若的谦和与沉稳 国安队会在主场在球迷的诸位声当中 艰难的 我建议中坚联络天 不认为北京配联统尤 台湾 他还会说 我建议中坚联络天 我们不投签 我建议中坚联络天 participa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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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稍后我们一起来到国人体育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